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全运会这样的高水平比赛当中 他也可以代表八一队出场担任双打比赛 所以在单打比赛当中 大家应该也经常能够听到我们介绍 就是由于也是相当别开正面 那么今天陈龙呢 将和一个自己应该说不太熟悉的搭档 来自中华台北的女单名剑戴姿影来进行比赛 那也是连续的多年都参加了中国语超联赛 在青岛队他成为了非常重要的能够拿分的 马上就要开始了 李宗伟 李雪瑞首先发球 主裁口令还没有发完 现在比赛正式开始 说到这个表演赛 因为大家都觉得可能表演赛呢 运动员不会特别认真的去进行对抗 至少不像奥运会世锦赛这样的比赛 但是运动员都有一颗不服输的心 陈金也提到了 说这比赛首先是保证自己不受伤 这是肯定的 因为在这种表演赛当中 保证自己不受伤是第一位的 剩下呢就是第二位还是要争取胜利 因为任何一个运动员只要是比赛 只要到了场上 谁都不会愿意输给对手 即使是像她们这样 世界冠军级别的女单选手 也是在混双当中要争取 自己能够再往前为同伴创造出机会 还是过度 李雪瑞的批掉 有的时候作为男单的队友 可能接起来更费劲 因为女孩子的球打得更尖 看出来像李宗伟这个杀球 你会觉得跟他平时打单打比赛 相对而言特别别扭 感觉是不是有点怪 因为他在单打当中 他的站位是比较靠前的 但是在混双比赛里面 李雪瑞来给他创造机会 他的站位比较偏厚 这样他不需要太大的侧步转身 反而就是感觉有点耍不开 就主要是一个习惯 这个场上本来一个人打一块场地的 现在变成了两个人分一块场地打 戴紫颖的战术意识也非常清楚 下压的时候都是打给李宗伟 这样让李宗伟 即使是李宗伟放网 自己这边挑起来 也是李雪瑞在后场 好球 你肯定要是回中半场 但是双打的时候 你就可以一个人看住往前 把后场留给同伴就可以了 放高了 这种球也是一个单打运动员习惯 他这个搓一个高 也挺有意思 这个四个世界顶尖的单打运动员 打起双打来 开具玩笑吧 就算是漏洞百出 而且下压的时候 陈龙跟李宗伟都没有权利中杀 这也是单打的习惯 因为单打你一个人 杀完之后还要上网 如果中杀的话连贯就会慢 但是双打 带四领这个能力也非常强 不过 连贯动作 平高球过渡 带自己抢往 好球 接着和陈龙形成轮转 陈龙在后场利用自己的高点的优势 是一个批调 把球打在了 这个球戴慈颖在发球的时候 李宗伟非常果断 直接去推扑 戴慈颖的发球质量也低了一点 那些是基础 所以在场上就形成这样 虽然两个人能力都很强 但是却抢球了 羽毛球的这个单打跟双打 它完全是不同的项目 尤其是打到这种高水平 完全不一样的项目 单打就是看个人能力 双打这个配合就变得非常重要了 双打是一个以配合为主的项目 扑到网带上 还是被李宗伟给绑起来 连续的多拍 这球戴慈颖没封到 拿球拿了几分 再一个就是和戴慈颖 在争夺往前的时候 李雪瑞几乎所有的球 都是他抢到了上风 甚至有直接得分 这个有一定双打基础的人 这个双打高水平训练基础的人 和其他的只是在 李宗伟 在自己的陈龙来说也确实是 我用不着费太多费什么心思 在双打的琢磨上面 自己的专项就是单打 第一局的比赛结束了 21比16 李宗伟和李雪瑞 在最后阶段拉开了比分 1比0领先 在局间的这个时间比 平时的正式比赛要稍微的长一点 这样也给双方运动员提供了 比较好的交流的时间 沟通的时间 特别是对于第一局高的双打的水平 所以在第一局比赛里面 他在整个中前半场和往前 这时还是面对戴字影 在往前和前半场 创造出了很多本方进攻的机会 甚至是直接得分 比赛一开始 还是在K局阶段 双方的分数咬得很紧 今年的比赛在宇超俱乐部联赛当中 陈龙将会代表厦门特房 他本身也是过去从厦门队 走出来的运动员 现在已经成为了 中国羽毛球队的南单绝队主力 世锦赛的冠军 世界南单的排名第一的一号的选手 除了厦门特房作为卫冕冠军 参加本赛季的宇超联赛之外 还有七家俱乐部 分别是青岛首都航空羽毛球俱乐部 广东世纪城俱乐部 湖南江湾集团俱乐部 本西智慧山水城俱乐部 还有浙江净体俱乐部 江苏南通三江俱乐部 还有广东侨星俱乐部 一共是八支俱乐部 但是他们可以看出来 主要是脱胎于广东队 江苏队 浙江队 辽宁队 湖南队 广州队 山东队 山东队和青岛队 它实际上是一支队 因为过去只有青岛 有专业队 还有福建队 湖北队 他们在今年都没有能够参加 没有形成一个俱乐部的形式 来参加今年的宇超比赛 但是集中为八家俱乐部的话 高手也更为集中 双方在场上的拍数是越来越多 很耐心 保持球向下走 其实这样的多拍可能对李宗伟跟陈龙来讲 比起单打来不见得更轻松 因为他跑起来不像一个人打单打的时候那么顺 单打经过中间训练 他们都已经习惯了这个线路 但是双打呢 这个场上多了一个人 就像你这个开赛车 在赛道上 在赛车场上进行比赛 和你开到这个马路上 车推马龙的四环上 没准更累 这个球的拍数是够多的 机会 这种球也是在双打当中经常出现的 你就看着往前特别好的机会 马上要打死了 但是双打的时候防起来的概率都很高 陈龙也没准备下一拍 我与学来说有相当的难度 因为世界宇联每年的比赛也非常密集 非常多 就在宇超这周四开幕之后打完第一轮 下一周是世界宇联的总决赛 这样国家队的这些主力都先要 联赛当中 联赛完了之后他们马上要东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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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球也是两人配合的问题 这个球戴姿颖没有意识到 虽然最后丢分是最后这一下 但是前面陈隆的抢往 戴姿颖没有往后场轮转 还等在原地 先前在美国公开赛上 也进入了女双的决赛 在宇超联赛当中 他们还是代表自己的母队 青岛队来进行比赛 场上已经打成了 这场表演赛是李宗伟和李雪瑞 15比11领先 其实什么时候 这个羽毛球的联赛 真正能发展成 李宗伟和李雪瑞有一天 能够形成一对混双来进风打 他未必能够打得过 现在世界上排名前20的 就是打真正世界上的双打 他进不了世界前20可能 机会球 南网 还是陈龙这边在下压 平高球没打到位 好球 李宗伟在领先的情况下 往前技术也耍开了 勾一个对角 好球 这球漂亮 这个球带自颖非常机密 敢于去搏 抢一边 但是后场出现了很大的空洞 双方打起了和平球 也能够让观众更长时间的看到 陈龙李宗伟 李雪瑞和戴自颖 这四大单打高手在场上的表现 还是陈龙突然一个变化 滑板批掉对角 和戴自颖上演大翻盘的奇迹 陈龙和戴自颖这边的机会 戴自颖这球有站位过一片中路 没有能够封住 20比17 李宗伟和李雪瑞获得了这场比赛 表演赛的赛点 最终是21比17 李宗伟和李雪瑞取得了比赛的胜利 对于很多了解雪瑞的爱好者来讲 这个结果可能能够猜到 因为场上四个人就是他的双打 打到的水平最高 而且在比赛当中 陈龙跟戴自颖第二局失误也多了一点 这样这场表演赛就结束了 李宗伟和李雪瑞获得了